让你理解的一点就是 如果以歼灭日军人数多寡来算 中国有几个名字 你是应该知道的 大家知道谁是薛岳吗 国民党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将军 他在长沙会战当中摆开天炉战法 又使日军进入到长沙外面的那个峡谷当中 巨而兼之三次长沙会战 兼敌十万 十万纯日军 那是纯粹的日军 没有伪军没有中国人 没有中国人帮忙的 纯粹的日军兼敌十万 1995年的时候 1995年的时候老头还活着呢 薛岳还活着呢 当时做了一次 就是反法式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一个片子 叫一寸山河一寸写 一寸山河一寸写 这部片子在台湾有 大陆没有 当然你们 最近好像中央电视台要拍 或者凤凰卫视要拍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根据一寸山河一寸写来的 你们可以准备去看 那个东西非常棒 一寸山河一寸写里边采访薛岳老将军 老先生当95年的时候 他应该是98岁 老头应该是1898年生人 老头最后活了103岁 活了103岁 就刚死不久 刚死了也十年吧 十来年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物晚年 谈起他的天路战法 如蜀家阵 我怎么布的兵 我那儿有什么缺陷 我怎么跟总组 跟伪作请命 当时是他要打 蒋介石觉得不能打 所以后来下令他撤 他就不撤 最后他是居然说动宋美龄 让宋美龄给他说情 说我一定要打 最后把日本人给抓了 这是太难得的一战了 薛岳因为歼灭日军太多 而得享百岁高龄 积德行善嘛 积德行善嘛 还有一个 孙立仁是谁 大家知道吗 孙立仁 孙立仁是一位将军 是国民党新一军的军长 后来到台湾以后的 国民党的陆军总司令 但是最早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税警团的团长 就属于收税城管那边那帮人 他把那支税警团居然按照军事化的标准 练成了一个国民党陆军当中的 数得着的一个王牌师 孙立仁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 毕生准备是造房子 安德广沙千万间大替天下寒事去欢言的 本来是这个目的 后来一看国破家亡了 怎么办 赴美留学在美国先学的还是土木工程 后来放弃投笔从容 报考弗吉尼亚陆军军官学校 在那个学校以最高的第一等的成绩毕业 他的同班同学有一个后来被迫成绩太差 被迫转学了 那人叫巴顿 他的一位老学长 一个师兄 那个人叫乔治马歇尔 马歇尔计划 知道是谁吗 二战期间盟军最高的美国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 所以他后来在缅甸率部 人员枪一役抢救回七千轻英军 把日本人击溃 曾经创造过 伤亡一个中国人 逼日本人五个的 一比五的战绩 日本人听到孙力仁脑子路腾 他是接受美国总统和英国女王 英国国王同时授予奖章的一位大将军 1944年跑到欧洲去视察军事的时候 是艾森豪威尔派自己的坐车去接巴顿将军拉车门的桌 你们听说过他吗 这帮人就倒霉催的 谁让他活的时间太长呢 他要在抗战中嘎嘭死了 准弄一条大街叫孙力仁大街 薛岳大街 对不对 你看咱北京是不是有啊 北京有哪三条马路是拿人民命名的 张子忠路 同林阁路 赵登宇路 全是死的 对不对 所以当民族英雄 你得死的是时候 你多活一年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了 你知道吗 你这这个东西的把握太难了 关键时刻嘎嘭我死了 我的历史极清白 当年林则徐就这样 林则徐晚年是被启用为梁广总督镇压海边监国去了 死在路上了 多会死啊 他要跟洪秀全见了面 不管是他镇压洪秀全还是洪秀全镇压他 这民族英雄都得打对折是不是 双手沾满人民宣血的刮子手 对不对 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没碰上 我死了 太会干了 人生之境界 你们要学会什么时候嘎嘭撬掉 好 好